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因为美军其实现在 说是要在日本这边 要加强一些部署 可是他把B1B 要停到加首纳基地 却是紧急的迫降 紧急的着陆 到底原因不明何在 那现在当然消息很有限 只是我们看到 美军根据日媒的报道说 他们要在冲绳 常驻战机 但是规模会减少 从原先48架减为36架 而这个机型是F15EX 以后可能还会放更多的无人机 用这样的方式是怎样 可以更进一步的加强战力吗 请教杨老师 因为这个加首纳基地 曾经一度就是被要求要迁移 因为它就在都市的旁边 那迁移到一个地方叫 边野谷的这个海域 但是呢 要进行地盘工程的改善 它并不是完全的迁移 所以呢 这个地盘工程的改善呢 那就当然要必须由 冲绳地方的政府的同意 可是现在冲绳的知识 那个是什么 玉成丹尼 对 Daniel 对不对 Daniel他就 其实他相当的在意这个事情 他不愿意发同意 就是说这个执照 他不同意也不行啊 那结果现在 那日本的东京这边的政府 就跟他在进行法律的诉讼 诉讼当然是透过就是 到最后是在福岡的高院 纳霸的分院的这个法官 那判他这个中央政府胜诉 是啊 但这个还是可以拖了 还是可以拖 但是它是要把一些机型更新 而且呢 原来45架减少到36架 那减少改为新的机型 F1 这个15EX 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这些一方面是 美国的这个等于是机型的替换 然后呢 这个基地的使用的 比如说负担压力减少 那同时呢 也要转换到新的基地 那可是一直都碰到就是冲绳 知识以及地方人士的这个反弹 那以前是认为说 美国的在日本的基地将近120个 将近有70个都是在冲绳 然后呢 人数上大概也差不多是 这样子的比例 所以冲绳这个县 负担了美日安保里面 美军的基地绝大部分的负担 而冲绳的人民 几十年来更是如此 在1971年72年之前 返还之前 你说美军控制那就算了 但是72年之后 根本中央政府对于 就是东京政府对于这个冲绳 是把它当做一个 好像就是本土之外的一种 就是防御基地一样 那是有给予它一些优惠的措施了 但是并不多 所以为什么你到东京去 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小餐馆 他会说是冲绳酒馆 因为冲绳太穷了 比例上收入也比较高 比较低 比较低 比较低就到大都市来打工 那打工当然工作完了之后 你就会找自己的家人的朋友去吃饭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社会现象存在那边 那现在终于这个问题 它现在要求美军必须要解决 但是很难 很难 对 所以现在你看美国动作频频 我请教一下蔡委员 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日本要使更多力了 刚刚我们看到这么多 不过说真的 韩国这边也是如此 那加强演习这种可以了吧 要什么 要遏制比方说是要秀肌肉 秀给谁看 中国大陆 当然还有南韩旁边是北韩 那南韩现在这边 我们看到跟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 一起来加强演练 我忘了讲 还有日本的自卫队 所以主要是说要反制最近又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的北韩 说是要针对北韩 可是北韩怎么好像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没在怕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不是还亲自视察 试射导弹吗 而且他还讲了句话 他20号又接见这个洲际飞弹发射部队的时候 强调将会在遭到核攻击的时候来展开核爆副 那尽管美日韩三国有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北韩试射弹道飞弹 而且还引起了联合国方面的关切 也谴责了北韩引起了北韩的不满 可是这个金正恩讲的这番话 你对我核攻击我就核爆副 现在是干嘛 现在是在以核制核了吗 请教蔡委员 这里面涉及到最早的时候 在金正恩的爸爸的时代 就有开始要准备发展核主器 那朝鲜半岛的非核化 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 所以联合国的安理会 进行对北韩的制裁 所以我们曾经有些台湾的厂商 卖东西到北韩也被制裁到 那这个东西 中国的立场也是站在联合国安理会 也认为朝鲜半岛不应该 不管南韩北韩都不应该拥有核主器 那南韩目前是没有核主器 所以尹熙悦上来也一直想说 我可不可以制造核主器 美国也不准 那美国就弄一个什么核子前吹林 跑来那边靠岸一下 这个叫做什么 放屁安苟心 就是让你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 事实上没什么太多的帮助 但是对于北韩用各种冲撞的方式 想要去要求各国解除 对他的制裁 这是他不断的发展武器的一个策略 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他不是真的要去打日本啊 打韩南 他现在有这个武器 但数量不够 凭这一点他还没有 基本上还没有能力威胁南韩 或者是日本 因为在美国的武力的压力底下 北韩那一点武器根本不算什么 北韩很快就会被消灭了 如果真的要打一个大战的话 北韩撑不起嘛 根本撑不起这种战争 可是他要解除的是制裁 是制裁 那现在就形成一个僵局啊 川普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两个人不会还相约在新加坡见面吗 谈得不愉快以来 川普气得到最后就饭都没吃就走了 可是看起来当时金正恩是有答应 做他想做的事 只是后来美国好像没有完成 把这件事情谈妥 所以这个要丢下去吗 就是要谈嘛 对 各自让一步嘛 你说他用这样的动作去逼 美国跟他谈 对 他是为了要谈判的 但问题是他换不到谈判 对 换不到谈判嘛 那拜登现在走的是说 把北韩跟俄罗斯跟中国绑在一起 然后为了打压中国的崛起 所以不断的想要穷兵堵武 我是觉得你那战斗技能干嘛 我看不懂啊 你战斗技能干嘛 你说我48架解了36架 你就48架全部在那边 你也不能干什么啊 理由是哪里 理由是不管你现在是普天舰的基地 或者是加首纳的基地 通通是在中国的中程导弹的攻击范围嘛 在中程导弹的攻击范围里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以饱和攻击 生存率不高 所以你这个美国做这个没有意义的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